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 看我换了一身衣服呀 马上要上山了,换一双鞋 今天要干一个大事 因为我家乡啊 这个山上呢,有一个职工 已经丢了 然后我们上那个原始森林里面 那个去找他去 因为得抓紧找 要是再过两天找不着的话 这个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呢 现在所有人呢,都已经换上衣服了 一会儿就出发了 看看能不能把这人给找着吧 出发吧 像我家乡这个地方吧 这个森林里面,你进去了以后 转一圈,有可能 要是不懂方向的话 有可能解密路 所以说来我家乡这个山上 要进临去这个山上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好了 整厂标记 车来了 马上上车 已经上车了 好,你用两个车 准备出发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简易路里了 现在已经下车了啊 下车呢 发点羁痒 先吃点饭 吃个馒头 吃完饭以后呢 就上山了 现在开始 进山去找人去了啊 一会儿呢 走到前面有两个点 然后呢 就进山里了 现在 来了有四车人 他们都已经进去了 然后就我们呢 就我们的点呢 是在前面 那一车人 给设计一个点 再往前面走 然后就进山 你看这里面都可密了 这咋找啊 你说 那也得 也得找啊 所有说 这些车上 这些人呢 他不是说 就是随便叫来的人 都是懂这个山上 啊 就懂这个山上 他不迷路的 现在可以了哈 就要是你说 你要找个 你不懂山上哈 不懂这菱形的 然后呢 再找人 再把自己整丢了 所以说 这都是懂的 现在往里走了啊 昨天晚上 下了一宿的雨 丢的这个朋友呢 昨天晚上 也交一宿 但是现在吧 我家这个地方 都立秋了 晚上 都得达到你零度左右啊 看看能不能找着吧 都得仔细看看 要是能找着就最好哈 就是属于 救命啊 所以说 有很多朋友 就想来我家乡 这个大西岸岭的 千万千万 可别一个人进来 因为这里面 你转一圈以后呢 有可能就容易给迷路 你就像我们常年 在这个地方 你跑山的 这些菱形啊 看太阳啊 辨别方向啥的 都有自己的 就一套方式 一般都丢不了 你看 我们是从前面进来的 现在就往里走 你看我现在 现在一回头 你看看 这从哪 现在你都不知道 这是哪个方向了 他不知道 他是不是上前面去找去了 刚才底下有喇叭喊呢 大家听这声音了吗 这车上带点喇叭 大家看看啊 这个树种呢 就是松塔树 那个我家这个地区 那个野生松塔树 就是这个 大家听见这吗 这警报声音 就是车上放的 带喇叭来的 意思是说 让这个人听到里面以后 就往这个喇叭 这个地方走 我们是没走个 五十米左右 我们也开始喊 尽量都能让他听见点 现在最大的担心的问题 是啥问题呢 就怕这个人 这个人是 是五十八左右 就怕这个人 要是有什么病啥的 就怕他犯啥病啥的 就怕这个事 继续往前走 这块蘑菇真多 大家看看这蘑菇 这都这野生蘑菇 这块蘑菇都老多了 就是边走 他能看见蘑菇 带瓶水 还继续往前走 那大家看看 这个东西呢 它就叫白灵芝 它是长在白化树上的 叫白灵芝 看这白灵芝 这就是白灵芝 这个树上长得这么多 白灵芝 这会儿又发现一个稀有的一个蘑菇 看这蘑菇了吗 看看 就这个蘑菇 这个蘑菇 这个蘑菇 大家见过吗 这蘑菇非常少 有很多朋友问我 他说大海啊 他说你家这个毒蘑菇怎么分辨呢 让大家看看啊 这个就是毒蘑菇 因为它毒蘑菇的帽吧 是一个坑 这里面能窝水 这就是毒蘑菇 完了第二个辩语毒蘑菇的原因 那个方式呢 这个毒蘑菇 它中间是空心的 这个能吃的蘑菇吧 中间它有肉 这就是一个管 你看 中间是空心 你看到吗 跟大家说知道了 这是不能吃的蘑菇 中间是空心 这毒蘑菇 能吃的里面都是肉 大家看看啊 这个就是化树绒啊 看 它就这么长的 大家看看啊 看 这就是化树绒 但是昨天晚上刚下完雨吧 它吸水了 这塞干它就好了 装起来啊 大宝菇 没大袋啊 没有啊 不走 下来啊 看 这是找人回来的 没找着啊 找人来的 现在是晚上六点十四 现在往回走了 我们已经回来了 今天去了有一百多号人呢 分成有四个主 我现在回家 干下一个活呢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说一下 我已经到我妈家了 开始把昨天晚上 大家在我后台下单的货给优走 一会儿呢 我再跟大家讲原因啊 我得先抓紧发货 这个木耳呢 是存野生木耳 都是今年的新木耳 这个木耳呢 一点碎的也没有 我妈跟我爸呢 在家过得有两遍塞了 把那炸的木耳全过去出去了 然后把好的也大家给优走了啊 看看 一点碎的也没有 看 干干净净的 这个木耳都是今年的新野生木耳 有很多朋友问我说这个野生木耳怎么吃呢 把这个木耳抓一把出来 然后之后呢 用水泡泡 你要是炒的吃跟蒜果锅的话 直接下锅就行 要是凉拌的话呢 必须就打个水槽啊 打个水槽就可以了 这个木耳呢 它长的是大小不一 歪瓜裂枣 啥样的有 看 这是存野生木耳 大家要是有想要这个木耳的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连接 然后下单就行 下完单以后呢 每天都发货啊 我现在开始把昨天晚上 大家在我后台下单的野生木耳全包出来 货呢给大家都包好了啊 还没吃饭 现在送会计 然后给大家给发走 我从会计已经出来了啊 把货给大家都发走了 我把来龙去迈呢 跟大家讲一下 我家这个地方嘛 是大西岩岭 这个大西岩岭嘛 它全是森林 这个地方嘛 它老越着火 有什么雷击火啥的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在我家乡这个山脉当中呢 就是隔个几十公里 找一个最高的山脉 在山上建一个撩望塔 呃 这个职工呢 他就是在撩望塔上值班的 完了 可能吧 他平常午的上周边去巡护去 完了 检查检查防火什么的 然后呢 他就 他就丢了 丢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 呃 就是去找他去 就是 呃 就是 今天一共去了 有一百多号人 然后上山那个去找他去 结果呢 从早上起来 一直折腾到晚上回来 也没那个给找着 明天早上起来呢 我们起早的那还去 呃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跟踪我一下视频哈 看看最终结果 这个人 他的结果是什么样 但是现在就也不好说哈 呃 我现在回家吃饭 然后明天早上起来 起早 还得继续出 继续出发 然后呢 在家 在我后台下单的朋友呢 正常下单就行 等我晚上找完人回来以后呢 到时候我带给大家去游户啊 就像今天这样的 现在所有的商货呢 都是新货 因为我家乡这个地方啊 现在正是秋州的时候 等到十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就下大雪了 嗯 秋州 那个就结束了 行 这个视频就到这了 然后咱们明天再见 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